不过对于日方的所谓提醒 俄罗斯方面并不买仗 俄外交部在接受共同社书面采访时表示 对日本政府的反应感到惊讶 并主张本国军舰航行的 是国际法允许自由航行的海域 事实上就连日本方位上都清楚地向外界表明 中俄军舰当时均未进入钓鱼岛12海里军领 只不过中国海军军舰进入钓鱼岛附近的 所谓币连区海域是第一次 而中俄两国海军军舰同时出现在所谓币连区海域 第一次 毗连区是指12海里领海之外 临街领海的12海里海域 当时中国国防部也做出回应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军舰在本国管辖海域航行合理合法 他国无权说三道四 俄方的这样一个回应的话 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 或者是一种标准的一种外交辞令 那么至于说这件事情它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形 那么也不可能在这种场合来回应日本 日方站不住脚的地方不止如此 外界注意到事发后 日本政府对中国提出严正抗议 而对俄方则提醒注意 反应差异巨大 日方认为 俄罗斯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主权的主张 过去也有过通过日本批连区海域的潜力 所以日本政府并未对俄进行抗议 有分析指出 按照这种有过潜力就可以不抗议的论法 中国军舰以后再次驶入该水域 日本政府就没有抗议的理由了 日本一定注意到一个新的动向 这个月过几天 普京将访问中国 双方将在安保领域里面 会有新的合作的内容 武器的共同研发方面 也会有新的合作 它的合作会提升一个新的空间 毫无疑问 也一定牵制到东海和南海 这是日本最为担心的 对于日方的差别对待 外界分析人为 考虑到安保进三首相九月访俄的计划 以及对俄总统普京年内访日展开协调 日方可能希望有意识的避免 因此是导致日俄关系 再次陷入僵局 通过就是中国两国军舰 同时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域 它反映了 就象征着就是这一块 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 它的复杂性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 象征着就是日本的外交战略的一个 它的一个困境 进退维固的一个困境 换言之他这个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那么你的这个战略选项到底应该怎么样